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瑞 今天这条视频呢 就给大家就是唠唠嗑吧 因为有很多粉丝看我拍的一些视频 我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了 然后拍拍家里边的一些情况 回到家之后看见我爸爸也生病了 妈妈身体也不好 然后妹妹的生病也刚刚好转 就是在家里边这么多病号 这么多复杂的情况下 我紫瑞是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的 前天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哇 紫瑞你每天都是正能量满满的 我看完你的视频出表的力量 你激励了我 这种好心态非常重要 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好心态的 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唠一唠 就是在家里边这么多复杂的情况下 我是如何保持好心态的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的一些基本情况 因为有些粉丝看我的视频 都是看到有的看三年了 可能对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刚刚我现在从北京回到荷兰老家呢 反正给大家这样唠唠嗑 互相交流一下 让你们也对我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吧 我先去洗个头发 因为回来已经三天没洗头发了 因为回到家里边 我总感觉这个家里边洗澡 这个水比较小 所以我懒得去洗 实际上今天我去试了一下 那个洗澡水 还是换另外一个淋浴头 水挺大的 家里边有暖气也挺舒服的 先去洗个头 形象保持好一点 然后再给大家唠起来好吧 我刚刚先洗了一个头发 回来三天没洗头了 不过回来河南老家洗澡也很方便的 屋里边有暖气 有地暖 洗澡水也挺大的挺舒服的 这是我自己冷的没洗 洗完脸了先护一下敷 涂一下这个胶原蛋白精华水 这个淋浴水你们看下 里边全是精华 你看里边有这样的黄金的一样的 其实这个脸啊 就是看起来像黄金一条条的一个 它的提拉紧致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比黄金都贵的 先涂这个精华水 涂完精华水 然后再涂面霜 这两个就是一起用的话 效果会翻倍 先涂精华水 哎呀这回到家里边天气也挺干的 因为有暖气就啥也挺干的 这个是199三瓶包油啊 也是特别棒的 他们本来这一瓶都是卖590多块钱的吧 但是咱们卖的话就199三瓶啊 这个配合那个酱原蛋白 春原料那个面霜用的话 真的效果是翻倍的啊 后来那个精华水就开始涂这个 胶原蛋白春原料的面霜 这个面霜知道你脸上有这个抬头纹的 还有这个穿字纹的 然后这个眼角纹比较严重的 这个法律纹比较重的 有的还有颈纹 脖道有颈纹 那个颈纹很容易显老 你知道吧 凡是你脸上有这些问题呢 我跟你说 这是胶原蛋白春原料 你涂到脸上 它可以透皮吸收 因为分子特别小 透皮吸收完之后 你的脸哪里有蚊 它都把那个蚊的那个钩啊 给你填满了 胶原蛋白填满了 填满之后 你的皮肤这样撑开了 撑得Q弹 你这蚊都撑起来了 就没有蚊了 还有一些人年龄大了之后 这个脸下垂 凹陷比较厉害 因为咱们女的呀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的特别严重 你胶原蛋白一流失 你的皮肤就松弛下垂 知道吧 一松弛下垂 那个皮肤松了 那蚊就出来了 人家18岁20岁的小姑娘 为什么看起来皮肤那么好 因为你这胶原蛋白没有流失 胶原蛋白满满的脸 鼓鼓的 对吧 就鼓起来了 肯定是没有皱儿的 那咱们人岁数大了 怎么去保养呢 就是要涂这个胶原蛋白 存原料 你看 我天天就涂这边脸 涂的比较多 因为我经常拍视频 给大家展示的时候 一涂就涂右边脸 就顺手右手比较方便嘛 你们大家看 我的左脸跟右脸 这边脸就小一点 这边脸就提拉紧致一点 往上去做个提拉紧致 你涂完之后 先涂一边脸 你涂完这边脸之后 你这边脸不涂 你两边对比一下 这边的涂的脸 它是往上提拉的 它就是有这样的紧致的效果 你看 我这个脸就感觉小一些 这边脸就感觉 你看 这鼓起来就下垂一些 很明显我这个地方是鼓起来的 你看这个地方是往上提的 这边就小一点 你看没有 这个是往上的 你看没有 这边脸是往上的 这边脸就下垂了 它就是有这个效果 你自己 如果你把它买回去之后 然后你坚持用一个月 用之前你拍一个照片 然后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照片 你看你的脸 你会很明显的对比 如果你是用三天五天 你都想有很明显的效果 可能还不太有 但是用三五天有一个轻微的效果 就比如我现在这样涂的 你看脸就比较明显 但你坚持用一个月 那个效果更明显 这个検原蛋白的纯原料 它很贵的 一公斤都要一百万 真是很贵 而且它是有 这个成分都是有五大发明专利的 专利就是怎么样 帮助我们给我们的皮肤 补充検原蛋白 怎么样让我们 就是提拉紧致 不让脸下垂 五大发明专利 这里边的原材料都是国外进口的 在法国 瑞士 韩国 七个进口成分 都是好东西 现在也有搞活动 买一瓶 本来我们卖的是 2999 这后边有二维码 你可以少的 一瓶2999 但是我们卖 268一瓶 还不行 给你发三瓶 发三瓶 268 这个胶原蛋白存原料 发三瓶 298 另外我再给你送一瓶 胶原蛋白的 弹力眼霜 这三盒 再加了一盒眼霜 268 给你包邮到家 大家 如果有皮肤 这些抬头文的 这些法律文严重的 你买上去试一下 我决定了你有惊奇 这几天呢 我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 然后拍视频的时候 也有拍到我哥哥 我哥哥 他是一个公务员 以前他不让我拍他 所以很少去出镜 我大姐呢 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四个 老大是姐姐 老二是哥哥 我老三 家家是老四 我大姐现在到县里边去了 我大姐在筑马店 新花书店上班 他15岁就当兵去了 当兵退伍回来 就在地方 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了 这现在呢 他春节放寒假了 也没事 然后他就跑到县里边 给他一个同学去卖那个门话去了 反正他跟我说 卖半个月 能卖个一万多块钱 一两万块钱吧 每个人应该能赚个五六千块钱 这个样子 我听说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去忙半个月 赚点 就是搞点副业赚点钱 也就挺好的 所以他一直在县里边忙 我们现在在住马店市里边 我从北京回来还没见到他呢 就给他打了一个视频 我给他打视频的时候 有人在说这个多少钱 那个门对联 这个那个多少钱 都没有时间跟我说话 然后我姐夫呢 也上班比较忙 家里边就剩胡萝卜一个人 但是胡萝卜他现在13岁 就是也比较自律 学习什么的 都是自己全部搞定 吃饭什么也都是自己搞定 也挺好的 然后我哥哥呢 每天上班也挺忙的 我嫂子呢 是做生意的 然后做的生意也挺大的 每天也很忙 也经常要往县里边去跑 所以我现在回来 也都没见他们呢 也都没有完全聚在一起 就这两天跟我哥哥一起聚了一下 先说一下 我兄弟姐妹四个 我感觉都干的还不错吧 不是说身价是亿万富翁 但是干的比一般的人还可以 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种 像比如说姐姐跟姐夫干的也不错 他们买了一套140平方的房子 咱们住马天市 我们住马天市一个地级市 下面还有九个县 他们买了140平方的房子 就是一家三口在住 房子买的也不小 另外他们还买了两套公寓 公寓就是那种写字楼租出去了 也还不错 也买了车什么的 孩子也都挺健康成长的 然后哥哥呢是公务员 嫂子呢是做生意的 然后哥哥家买了两三套房 就现在我爸妈住这一套 是他们淘汰下来的 110平方这套房子是2014年买的 2014年年底装修好的 2015年入住的 这个房子也挺贵的 后边有中学 就他家后边就是隔了一条马路 对面就是中学小学 都是重点中学 他这个是学区房 他这个房子有很多人都抢着要买的 就是这种 这房子也是 七千多一平方七八千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他们买的时候才三千多 买的时候这一套房才三十多 现在也涨了 反正至少涨了一倍了吧 另外他们还在一个新地方 买了150多平方的房子 还有一个老房子 反正房子也买了几套 哥哥的车买了三辆 最贵的一台车是三十多万 还有两台车 一个是十多万的 还有一个面毛车 因为我嫂子做生意 他要拉货什么用的 三台车 两个儿子 大儿子是2012年出生的 十岁了 这个二儿子呢 就是2018年出生的 四岁了 都还挺不错的 就是说干的都还挺好 那我呢 就在北京 干的呢还行 就是说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够吃够喝的 然后我老妹呢 家家呢 也还不错 就是说他以前生病吧 就是说一直没上班 但现在病好了 就是说大家也都挺开心的 就今年最大的开心 是我妹妹的病 好了 接下来再锻炼一下 就没有生活问题了 所以这是 现在就是目前 就是我们兄弟姐妹 四个的一些 大概的一些情况吧 就是说 不是说身价 一万父母 也不说千万父母 他身价几百万 还是有的 因为这房产 不定资产 也是支几百万的 所以还行 就是说人嘛 要学会满足 如果你总感觉自己 这样不好 那也不满足 哎呀 你看那一年 都一年挣多少多少亿 我们一年才挣几十个万 你不满足 那肯定你就不会快乐 知道吗 再说一下我爸爸妈妈 我爸爸妈妈 他们两个是通年的 同岁 今年都是七十一岁了 我姐姐是我家的老大 都四十多岁了 那我爸爸呢 以前是当兵的 当兵呢 在部队实验场 就是要求结婚比较晚 就是军人要求二十五六岁以后 才允许结婚 所以他本来就是晚回晚遇 那我爸爸以前是七零年 去当兵的 然后在也是在北京 在北京中南海 当时他是主席的警卫 所以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长一米八的个儿 很高很帅的 他给我妈妈呢 小时候八岁都认识 就是青梅猪马 两个人这个结了婚之后 从来没吵过架 没哄过脸 没打过架 两个人真的是 两小无才青梅猪马 就是很恩爱 很恩爱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不管是穷和富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给了我们提供了 是用金钱买不来的精神食粮 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 不像别的父母 天天打打 又是打又是吵 就是孩子可能过不好 但是我们从小都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当中长大的 我爸爸特别爱妈妈 妈妈也特别爱爸爸 在我爸爸心目中 老婆第一 孩子第二 谁要是得罪我妈妈 我爸爸都给你拼命 给你翻脸 所以我们都是这么看着 爸爸这么恩爱 妈妈的 这么尊重女性的 所以我们家姐妹四个 都是成长的 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说家家 因为家家是在上大一的时候 谈恋爱 就是失恋了 受刺激了 那个时候是 后天的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妹妹是 我们家兄弟姐妹是个最小的 因为什么心都没想到炒我 她的抗压能力差了一点 但她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讲进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 那真的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我们河南卫视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在卫视上播放的一些节目去 采访我爸爸妈妈 就是采访他俩的爱情故事 包括我爸爸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里穷嘛 没有钱上学 他的一位中学的老师 一直都给他帮他交学费啊 当时给他粮票 他用粮票吃饭 那个老师今年应该有90岁了 我爸爸连续40多年 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 都会去看望他的老师 他不光是自己去看 还让我们去看 还让我哥哥家的孩子 也就是我爸爸的孙子 去看望我爸爸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的家风是怎么来的 就是一种传承 言传身教 他会看到爷爷 爷爷的老师 爷爷去感谢爷爷的老师 那他的孙子看见之后就会学习的 就会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嘛 我觉得 所以我们也从爸爸身上会看到 学会到感恩 对吧 滴水自温 当涌泉相报 所以这就是父母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 和最无价的精神食粮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爱的 那我妈妈的性格呢 是一个特别的豁达 开朗 乐观的一种 这种心态 因为我妈妈我外公家是一个大家族 所以我妈妈的成长 她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特别好的 所以她在大家庭长大了 大家闺秀 所以她很豁达 很开朗 遇到任何的困难 都是看得很开 所以我爸就是 真的是继承了我妈的性格 然后我爸学习特别好 我爸都71岁的年龄 他上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去当兵的 所以在她那个年龄 能上到高中 真的很不错了 我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当班长 一直当到高中去当兵 学习特别好 沿江水平特别好 写的字特别漂亮 人长得特别帅 所以我继承了我爸爸学习好 继承了我妈妈好的性格 真的是好的都被我继承了 写的就是说 他们两个先讲那么多 我们有时间再给大家继续讲 他两个爱情故事 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作为年轻人 80后90后 2000后这样的孩子可以去学习他们 他们的爱情故事 这种恩爱的好的家庭氛围和家风 其实对我们身边 包括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哥姐姐 我的这个同学 哥哥姐姐的同学 他们经常到我家来玩的时候 都是受到我爸爸妈妈这种美好的爱情 相爱 这种好的家庭氛围的影响 他们也经常过来向我爸妈讨教 怎么样把这个婚姻经营好了等等 也就讨教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爸爸妈妈跟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这种家风家教吧 这种好的传承 最好的无价的精神食粮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那我爸爸妈妈呢 就是在城市居住了这么多年 可能是年老了 人有一种年 就是落叶归根的这种想法 她想回到 回到老家去 因为我老家 我家在村里边还有一处宅子 我家还有十亩地 但那个地是城邦给别人的 城邦给别人 然后家里还有半亩地的那个宅子 那个房子有十多年 二十年都没住过人了 就自从我爷爷奶奶去世之后 我们一直在城市里边 像我姐姐哥哥 他们都当兵去了 我和妹妹上学 就很少回老家了 老家的那个主屋堂屋都塌掉了 给扒掉了 就侧面还有两间厨房 还有一个院子 那2020年 我爸爸回老家 把那个院子 杂草冲生给修复了一下 然后用那个水泥地给做好了 也花了五六万 把那院子修了一修 把那两间厨房修了一修 还拉了好多土 好多车 说其实卡车那个土吧 拉过来把这个院子给填平了 做得还不错 所以他们一直想回老家去 他们觉得给村里边的人 去唠唠坑呀什么的 就是这个岁数呢 也退休了嘛 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呢 就不想让他回去 因为他岁数大了 他一会儿生病了 两会儿生病了 在村里边的医疗条件不好 他一生病 我们到从驻马电室开车 100多公里回到村里边 把他们着急忙慌地 接到驻马电室里边 去住院去挂号什么的 你得得的是慢病 要疾病的话 100多公里拉到这个室里边 万一抢救不过来怎么办 所以这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所以一直不想着去 他都很生气 偷偷的也不跟我们上两个回家去修院子 然后他在城市里面不想住这种楼房 还在坐电梯什么的 觉得很不方便 他想有一个院子 养个小狗啊 养点树菜呀 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动物 比如说喜欢养金鱼啊 养鹦鹉啊 养小宠物啊 做点菜呀什么的 他们两个不喜欢打牌 也不喜欢去什么搞其他的事情 就是就喜欢养花 养小动物 两个人一块散步唠嗑 他们喜欢去做这些事情 那后边呢 我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回到驻马店去给他买了一套养房 买了一套养房 在一个特别好的小区 绿化特别好 那个养房的那个对面就是一家三甲医院 因为我想他们年龄大了 要买房子就是养老性质的 就是离医院比较近的 那个买了养房就是一层一户 就一层一户的那种还挺好的 买了135平 反正也算比较大了 他们住绝对够了 然后就是想着住来到的比较方便吧 离医院也比较近 反正买的也不便宜 到时候买了六七千块钱一瓶吧 这样子 我是首付了一下 贷款了十年 每个月月供了五千多这样子 2020年10月份买的 已经月供两年了 但这个房子还没交房 本来是说2021年的8月份交房的 结果疫情影响了 他们的工期延长了 说是2022年的12月份交房 结果12月份 这个疫情一放开 工人都扬了又退后了 说是到2023年的3、4月份才交房 所以等他交房了 我准备把那个房子好好的装修一下 然后看他们愿不愿意去住 哎呀不愿意住的话 这个房子又又在了空 但是他们一心还是想回那老家去建房子 让我去回那个村里面给他建房子 不是不愿意建 是因为我哥哥姐姐我们都在城市里面 他们两个老人身体又不好 在村里面住 万一有什么事 一百多公里 来不及就趴这个 所以这两年因为这个事 在老家建不建房子的事 也给我爸老是产生冲突 怎么说呢 所以我在考虑就是等我爸这个病好一点之后 到时候给他再商量一下 我爸爸的身体呢 还有我妈妈的身体 我爸爸呢就是2020年他回老家修房子的时候 然后他的血肠高 然后那个脚啊就给那个砖头给砸了一下 然后砸破了 砸破了之后 他因为有糖尿病嘛 他那个伤口老愈合不好 本来砸得也不严重 一个小口 结果后边那个脚越裂越大越裂越大 他也不跟我们说 因为他偷偷回家修房子没跟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他偷偷回家修房子 因为那时候他的身体挺好的 知道他的脚烂了实在不行 走不了道了 才给我们说 说他的脚有问题了 怎么怎么着 然后我们才发现哇事情很严重 然后把他2020年就把他送医院去住院了 2021年也去住院了 住院那个脚就好了 好了之后他还要闹着回老家 回老家然后我哥哥就开车 把我爸妈就送给老家 就在那两间那个厨房住 然后院子是修好了 用水泥做的还挺漂亮的 都规划了一下 还种了菜 结果2022年他就开了他那个电动三轮车 就是到处跑 然后在镇上 有人跟他说 你那个糖尿病用针灸可以针好了 不用吃酱汤药什么什么 不用搭鸡脑术了 结果他给人家那个江湖郎中花了好几千块钱吧 大概有七八千块钱吧 然后就 反正就是人家给他扎了扎了几次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效果 结果第二次再去扎的时候 那人就不在镇上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我们镇上的人 也不知道那些那些流浪的江湖闹动吧 后边他这个酱汤药也没吃 一脑子也没打 就那么一个月的时间也没打 血糖一高 然后他就发生了脑梗 脑梗就是 他到那个诊所去输了水 输了那个葡萄糖 没用 后边严重了 就是他感觉他的腿有点抬不起来了 他就给我姐姐打电话 我姐姐就立马开车 赶紧把他接回来了 接回来之后 到驻马店医院里边 但是那个时候他又超过了48小时 他们说脑梗的话 如果没超过48小时 打一针那个溶酸针 是吧 就可以瞬间的通 但他超过了时间 好像不行 不行就住院慢慢治疗 又针灸啊 又这样搞那样搞 反正是治到现在 2022年的10月25号他出院了 出院之后回来 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边住 天天我还跟他买那个设备 然后天天锻炼 锻炼了一个多月 他能走路了也不错 因为他在医院里边 已经治疗了有一个基础了 然后治疗也不错 主要那个拐杖可以走路了 主要拐杖走路再练一练 可能就好 就就就就 就时间问题了 肯定恢复应该是没问题 是恢复的慢一点 到了12月份 这个疫情一放开 我爸爸摇了 扬了之后 就把他的胳膊本来就是 那个血栓抬不起来 不太灵活 把这个胳膊弄得好疼 然后右边这个腿也好疼 他现在胳膊疼腿疼 他疼得哎呀 就天天在这 感觉活不下去了 他的感觉 我怎么一个病 接一个病的得呀 我本来是共和国的军人 是吧 这么汤汤汁汁的 本来身体很好了 然后以前是挺硬朗的一个人 怎么就得了糖尿病 怎么就多了这个血栓 怎么就现在腿脚走得不灵面了 还让我妈妈照顾他 他就觉得他很对不起我妈妈 我我从北京一回来 到了屋去看了 他就过了闹壳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对不起你妈妈 你妈妈跟我受苦了 没啥他想服 他都觉得他对不起他媳妇 他太疼他媳妇了 就这样子 因为他现在本来觉得他的身体好 他应该可以照顾他媳妇了 结果反而媳妇的身体不好的情况下 还照顾他了 很有内疚感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做摄像工作 所以在 我回来这么几天时间 今天是第四天时间 我就给我爸爸在唠嗑 因为他喜欢 因为他是以前是军人嘛 他很关注这种政治方面的新闻什么的 但是因为身体不好的时候经常躺在这里 因为他坐在这里时间长的话 他就难受 他必须要躺下去 因为他的腿和手 用不上劲 而且坐在那种沙发还不行 沙发太软了 他用不上力 他必须坐在那硬板凳 坐在那硬板凳 坐一会儿 然后还要回到那个床上去躺着休息 我回来这几天之后呢 我一直在安慰他 他喜欢看新闻 我就给他看那个 咱们2023年的新年赫词 就领导人的讲话 他看完之后挺激动的 我就给他讲讲 我说你看 咱们老大都说了 2022年 每个人都不容易 所以您不容易 您是其中之一 全国人民都不容易 咱们算好了了 所以我就这样开导他 那样开导他 他的心情就好一点 就跟我在讨论新闻 讨论这个政治 就是心情好一点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 一个人被打倒 不是他的其他方面被打倒 而是被精神击垮了 人的情绪很重要 如果他情绪不好 他是容易抑郁 如果他的精神被打垮了 那可能身体也就 毛病就多了 所以我就先从情绪上安慰他 就跟他开导他 他喜欢看政治 看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去跟他 去分享交流 有人跟他交流 讨论讨论 现在的社会上发生什么事 他很开心 那我老妈就说 这些东西我也不懂 我也没法跟他去聊 你看你一回来跟他一聊 他挺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 这也是陪伴父母的一种方式 那老妈呢 这个脸有点面瘫 腿呢也有点疯湿 因为岁数大了 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妈也在老家种田 养了四个孩子 确实挺受苦的 身体可能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也累得不行 也累了一身病 父母确实真的很不容易 都去体谅他们吧 体谅他们 有时间回来是多陪陪父母 我老妈呢 刚刚洗澡的时候 让我给她搓背 我就给她全身搓了一遍 那现在我搓的不干净了 还叫佳佳放她搓 那佳佳现在呢 病情标不稳定了 回到河南之后 她更放胀开手了 因为病是在自己家里面 都是自己家里人 又是包饺子 又是做饭 又是拖地 又是帮妈妈洗澡搓背 哎呀 挺好的 家里边虽然这么多病号 但是呢 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要保持一种 乐观的心态 当你对待任何事情 你积极起来之后 你知道你的心态是积极的 你的磁场能量是积极的 那这个宇宙都会给你让路 那每一件事情 一件件捋顺 一件件就好起来了 那爸爸的这个病呢 我相信他会好起来了 因为他现在之所以难受 是因为他得了新冠肺炎 痒了 产生了后遗症 胳膊手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他觉得很难受 感觉会要活不下去了 这种很难受很难受不了 所以我说可能至少要再养一个月 把这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养好之后 再起来走一走锻炼锻炼 才能把他那个 以前的那个脑酸的后遗症 腿不太灵便 才能锻炼好 只能一步一步来 那妹妹呢 你看鼻子也好了 慢慢的也挺不错的 但是家里边 每个家都会有不同的困难 为什么会说家家有一门难见的经呢 每一个家庭的困难都不一样 像咱们老大的新年贺词里边说的一样 2022年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不容易 那2023年未知的世界 可能我们还会面临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这都没有关系 困难来了 我们都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 想到这些方法就可以了 而不是躺平躺摆烂 哎呀 火标说了 哎呀我怎么办 哎呀我赚不了钱 而不是这样发愁 而是想解决的办法 一定要思想积极起来 通知行动要跟上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的心态 就是我的心态 所以说很多人都很佩服我的心态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 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是有关系的 跟你对待事物的 你掌握 你对待事物的认知 和对待事物 你掌握事物的这种发展规律 你了解这个社会 了解这个世界 你愿意跟自己去和解 你愿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妈你以前别能想 我卤死你了 你以前别拿 你吃核桃了吗 我走了 你怎么能想 你弄死了你才辣 我卤到我的里面来 我老妈拿核桃来吃 拿袋子 好我继续说 就是说 您要去接纳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有美好的一面 有不美好的一面 我们去觉得这个社会 存在即合理吧 不要去当愤青 对吧 那我们同时还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你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他的皮肤很好 那你长得可能又矮又丑又丑 没有关系 你可能用你自己的优点是他不具备的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要跟自己和解 要跟所有的事情和解 要具备这种能力 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这视频就先给大家录到这儿吧 因为录的来有二十多分钟了 太长了 我怕你们看不完 我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一条视频当中讲完 咱们明天再讲好不好 今天视频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觉得好的话点个赞 总而言之 2023年我们携手前进一起努力 可能你看不见我的人 抓不住我的手携手前进 但是我相信我这条视频的磁场 这种能量通过这个屏幕 一定传递给你了 那就叫携手前进了 2023年我们一起加油 2023年我们一起加油